如果夫妇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 一个好动好说 另一个好尽少言寡语 为什么在结婚前相互吸引 在婚后却觉得很难相处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化解 很简单 一般的缘分它都是这样的 一般的人跟人的缘分 就是婚姻上面的缘分 是先甜后苦 就是先是善缘后是恶缘 是这么来的 那么善缘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 这是善缘 那么结婚之后还是有善缘的一般 那么等到恶缘来的时候 你就算他都不讲话 他都会有气 实际上已经经过长期的 一种不能磨合的这种心态 所造成的 实际上讲到底还是恶缘来了 那么赶快要念解节奏 把恶缘去掉 把善缘要保持住 很多人就是在善缘的时候 拼命地玩啊 开心啊 不尊重对方啊 这就是一个消耗你善缘 很快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把善缘慢慢用 婚后呢 恶缘才会把它遮掉很多 那另外一个方面 用现在的科学讲呢 是人有气场的 当一个男人 他结婚之前 他追求他的时候 他用的都是善良的气场 他用很爱他的一种 爱他的一种气场 所以呢 对方能接受他好的磁场 他就会很开心 当结了婚之后呢 他相互之间呢 气场开始排斥 觉得老婆怎么这么懒 这点不肯做 这点不肯做 怎么怎么跟我吵 跟我闹 然后呢 老婆呢 看见老公呢 你怎么都跟我作对 气场一不合 那么对方相互排斥 那么就没有好话说了 所以人会觉得越过越难过 要调整一个 记住了 改变不了别人 就学会改变自己 你要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最好的方法 改变自己 谢谢师傅 此为开示